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就让我们来回顾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彰化古称半县 满清时期雍正皇帝将其名改为彰化 彰化同时也是农业大县 稻米产量全台前三 每年的稻米产量占全台五分之一 因此又被称之为台湾股仓 民国六七十年代 政府倡导客厅及工厂 鼓励家庭代工 扩大外销 造就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彰化发展出小五金工业 金属表面处理业 电镀业蓬勃发展 当时为了经济的发展 我们发展了一个家庭及工厂的政策 所以导致我们的工厂跟农地 有这种比邻而居的状况 那工厂在农地旁边 很容易就造成农业的污染 大大小小的工厂 密集分布于农田中 部分不孝业者偷排废污水 造成彰化农地的阴霾 做环保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最不爱看到的 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农地的污染 农民他们经过长时间的 跟做施肥浇水 然后几乎到做都快要收成了 他们这个时候看到农作物被铲除销毁 他们其实心情是非常的不舍 我曾经看过一个阿嬷 他就是眼眶泛红地跟我说 今天要做我们干嘛 为了保护农地 维护农业安全 至民国91年起 大规模进行污染调查 发现河美镇 彰化市 及陆港镇等地区农地 遭受重金属污染 环保局除依法立即作物产除销毁外 亦向环保署申请经费 进行改善作业 这些污染农地 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跟着 关钙系统的水受到污染而衍生的 那所以近几年就是会 都多半是以关钙小博的方式 那也的确比较有系统的 掌握了就是这条渠道附近的农地 都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 那当我们确认了这些污染的结果之后 为了这个食安的考量 我们必须要赶快对这个农地做管制 那我们会先在就是通知这边的地主 我们会限制土地的耕种 那也会办理公告 那公告之后这个土地也都会办补偿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依照这些公告的资料 然后来跟环保署申请一些专案的计划 做改善计划的推动 为了保护农地 维护土地及地下水品质 彰化县环保局从污染源头管制做起 利用跨单位强力污染源查查动作 达到贺阻污染成效 进而防止环境污染末端之土壤及地下水遭受污染 102年那时候就开始 我们这边就开始做水污染来深度击查 那时候就是102年差不多年初的时候 中区队那边也刚好换了一个队 那时候就开始两边互相合作 开始做击查 一直到差不多9月10月的时候 发现那个污染情形 是我们地方环保局和中央的环保机关 没有办法独立去完成的 所以中央环保署中区队那边 就是找检警那边做协助 协助之后在102年的12月之后 就开始做第一批的环检警的联手的调查 一直到现在执行大概有超过五国的联合机查 自102年12月 彰化县环保局及与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 环保署中区督查大队等单位联合机查 至今已查获多家不法业者 对于现场查获违法事证明确业者 环保局皆已依水污染防治法规定 命令业者停工 并依法处以罚款 且后续并由彰化县检警单位 以公共危险罪持续侦办 过去我们一直都没有权利去做 那个所谓的开挖确认的这个动作 在配合环检警之后 我们在现场能够感觉到那种挖土机 还有打窗机在把水泥铺面打破的那种震撼机 终于有这个权利去把他们的残在地底下的东西 全部把它挖出来 为了保障民众食品安全 彰化县历年来持续调查农地土壤品质 针对调查出污染之农地 以积极执行改善工作 加速列管农地能尽速恢复农用 并解除列管 环保局持续向环保署申请经费 推动农地整治工作 尽速还地渔民 环保署现在希望推动的方向都是要在两年之内 就是当你发现污染的事实之后 那我们要赶快启动这个改善的程序 改善的工程 从性命调查一开始到整治完成 解除列管 希望可以在两年之内尽快来推动 污染农地透过各项整治工法 较低浓度土壤 以翻土混合稀释法整治 较高浓度土壤 以排克土法整治 将土壤重金属之浓度排除或降低 历年来 彰化县已完成1156笔农地 面积达274公顷之农地改善作业 且解除列管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就是我们土水同仁 大家其实很团结 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会愿意坐下来讨论 然后一起讨论出一个觉得最棒的一个决定 互动不错 然后很能够讨论 能够一起成长的团队 我觉得我们长官是有肩膀的 对这一点我们真的很高兴 要花这么多时间 花这么多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也算是很勉强 就是我们里面的各位同仁 这部分其实蛮感谢他们的 也希望他们能够往这个方向去想 就是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 那我们的努力 希望未来能够让他们看得见 农地污染改善后 环保局持续与司法单位查起步伐 阻断污染来源 期待农地经过休养升息后 恢复往昔 依然是欣欣向荣的瑰丽净土 工业废水不当的处理排放 除造成周围农地污染外 如生产制成中管制不当 防止措施不足 或废弃物任意倾倒堆滞情况下 亦会造成工厂本身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 位于水晶酒的联动链桶厂 即是其中一个例子 水晶酒是以黄金博物馆为中心 包含周围的水南洞 金瓜石与酒粪等区域 过去这里因工矿业 曾经风光一时 当时这个金瓜石 这个发现金瓜石 那个岩石像一个南瓜一样 那金杯嘛 金瓜里面都有金肉嘛 还有金子嘛 就叫金瓜酒 以前很努力的 现在我们现在行动水 这里看着 这几条街了 晚上都到两三点 我们人很多了 然后金销公司来 中国政府来讲 那时有个金属 看着 那时 这些人非常多 这些人都在这几条街 大家都在这儿做工 大家都在这儿做工 当时转身 我自己人群人都在这儿 来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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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耸立一旁的十三层遗址 是早期炼铜炼金的工厂 在日据时代 日本矿业诸事会社 就也在金瓜石 从事大规模的金矿 及铜矿开采 自民国58年 为积极开采矿业 改善选矿设施 台湾金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便着手于水南洞 兴建年储力量达一万公顿的 联动链铜厂 我们这里有 玄厂 链厂 保修厂 主要就是这些厂 玄厂就是玄矿 链厂就是提炼这些 黄金啊 这个链铜 第一层就是 把稍微的酒头 用铁厚的包包幽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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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头和小匯线 装挤施地继续 同时 为了要解决 链铜厂内排烟问题 新建了三条 长达一千公尺长的烟道 将烟灰排放至后方 海拔四百公尺的山谷内 民国71年 链铜厂关厂停止生产后 当时营运使用的机具设备、原污料等均已移除 仅留下空荡的厂房及废弃的烟道 民国98年,环保署对于联动链桶厂进行了污染调查 发现厂内土壤及地下水已受生、铜等重金属的污染 因为这样超过管制标准 所以我们依法要针对这块土地进行它的污染场址的公告 健康风险的评估报告以及控制场址计划书的核定 对于整个污染整治改善工作遭遇了几个重大难题 链桶厂位于矿区,原本土壤重金属深的背景浓度及超过管制标准 要降低土壤中深浓度至管制标准以下 需移除及处理大量土石 且改善过程中将可能造成肺烟道崩坏及诱发地质灾害 此外,96年,当时的台北县政府将水南洞选炼厂公告为历史建筑 97年亦将台经联动链桶厂烟道公告为文化景观 如一旦进行整治作业,势必造成文化遗迹的损坏 因为我们有考量到它这块地域的特殊性 所以不希望用一个整治的手段来改变这个地方 而是希望以保护这个地方的手法 所以我们着重的是风险管理的方式 为了达到污染防治、文化保留及避免坍塌三营的局面 新北市环保局陆续邀请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进行多次会议 最终本厂指决定参考先进国家采用风险管理的方式 组绝污染物与人体接触的机会 首先我们就外围的部分利用围围 还有告示牌的部分 让民众了解说 这边是有某种程度的污染 不要任意地进入我们的管制区 每日会派员做巡查的动作 那针对发现说有民众误闯了 那我们就需要由巡逻员来协助劝导他离开我们的管制区 在飞烟道区的部分 除设置围离禁止游客进入飞烟道区 针对已破损的飞烟道进行封闭及直升覆盖 没想到在这阴山傍海风景秀丽的观光景点背后 竟有着哀愁的故事 早期在环保法令尚未健全时 可能因工厂营运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 废水而导致土壤及地下水受污染 最终往往需要耗费庞大的人力、时间与金钱来加以整治 新北市政府这个案件中 一面推广观光文化 另一面亦努力改善污染 减少对于环境及人们的危害 也因此我们必须更加爱护我们的环境 减少污染的产生 藉由这样的种种的教育宣导方式 让民众去了解到这块的我们前面所提及的历史 以及我们这边的所谓的风险控管的部分 希望达到说居民大家能够住得安心 我们的旅客有玩的放心 过去水晶酒地区因矿产而繁华 后因矿麦开采洁净而没落 而今能成为兼具环境教育的著名景点 每逢假日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真可说是水晶酒地区的风华在起 宜兰县是传统的农业县 即使近年在雪山隧道通车后 带来的都市发展与观光效益日益壮大 但仍无法掩饰 宜兰在农村风貌上有人的风采 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宜兰县向来把保护土地 视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宜兰价值 也因此除了例行性的污染调查 监督改善等工程外 宜兰近年来也从污染月房方面着手 我们宜兰在农业县开始面对来自台北的这种开发压力 但是我们又觉得说人越多 要生产的农作物变多 我们开始会觉得说 这么强力的使用 其实对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 其实都有一种压力 这种压力是可能某些环境里头的浓度可能会变高 不再是像以前那么干净 或是那么让人家放弃 在国内发生许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案例后 宜兰县政府也意识到农业行为对于土地可能产生的影响 开始积极提倡有机农业 现用除草剂及友善耕作等保护土地的作为 对土壤的管理如果好的话 那个干净的泥土 我相信它就会是长出干净的粮食出来 就像刚才我讲的 北边的雪山山脉 南边的中央山脉 最后这个张裂进来的这个河谷 其实就是南洋溪 但是长期以来南洋溪一直都是在 上游的河谷一直都是被拿来做 这个叫超限利用的 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冲击的肥沃的土 所以在那边种的这个高冷蔬菜 或者是西瓜 或者是原住民保留地所种的这些 其实本来平地不会种的东西 往比较冷的地方去种 大部分都在这个南洋溪的河谷 那南洋溪的河谷 他们因为本身其实大部分都是历史 所以这些历史呢 要让这些植物长起来 就必须加非常多的这个其他的有机质 所以呢 长期以来 长期以来 生鸡份拿来当作是一个 补充历史的这一种土壤改良 就行之有年 鸡份是农民取得容易 且成本地连单肥料之一 土壤平级的南洋溪上游 也因此得以种出了大量美味的蔬菜 为了了解 以秦措分辨是非的农业行为 对土地的影响 延兰县环保局 进行了三年的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范围包含了南洋溪上游 平原地带 以及沿海地区 利用整个调查结果 完整地评估出 禽畜氛肥重金属于农地中传导概念途径 发现长期使用禽畜氛肥 将导致重金属铜与鑫 累积于土壤中 严重时可能对环境产生危害 其中以南洋溪上游污染情形最为显著 也因此延兰县政府在禁用生鸡犯政策上 有了强而有力的佐证 也更坚定立场去面对农民反弹的声浪 这样子了解之后至少我们比较放心 说在这个南洋平原 现在目前我们要走 譬如说叫做有机农业 或者是种植一个比较干净的粮食 我们还算有一定的信心 所以从末端的管理到源头的管理 我觉得是观念上面的改变 我们必须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才能够往下推所谓的有机依蓝 在预防县内土地受施肥污染的同时 地形封闭的宜兰 原本集于南北两处路径要道上 分别设置了苏澳以及石城机查站 针对大型运输车辆载运物品进行查查 这个机查站一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管理这个营件废弃土 到处乱到的问题 那后来我们在三年前开始跟这个建设处 就是管理这个机查站的单位 开始有一些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讲说 以前所有进入境的土方 我们都是用TCLP 就是非常简单的检验 事实上不太知道这个土壤里头 到底真实的成分是什么 那我们其实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列管 就是所有入境土方在一定的比例上面 我们要求它做全量的分析 亦兰县在101年间 已增加了入境土石方 需加测重金属的全量分析 并提供土方来源说明等规定 同时相关申请案 亦需通过环保局审阅检释 加强管理作为 而亦兰县